柳如烟曾说他喜欢过一个人 是他年少时的光 却因为一次误伤坐了牢 在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 他抛下我去接他的白月公出狱 之后还经常去帮他打扫卫生 给他准备各级衣服 甚至每天都在我耳边念叨他们一起长大的情谊 我只要一表示不满 他就会委屈地说 我只是把他当哥哥柳如烟说要举办生日宴邀请他 我才真正见到他口中的哥哥 伯涛 这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邻居哥哥领目 我看着眼前被柳如烟烟热情拉到我面前的人 微微皱起了眉 对方戴着一副无眶眼镜 一脸绅士地伸出手 幸会我并没有伸手 而是把柳如烟拉到我身边 我们以前见过吗 邻木推了一下眼镜 他的视线穿过镜片落在我身上 脸上依然保持一抹淡笑 您贵人多忘事 不过 不好的事就别提了 怕影响你和柳如烟感情那一抹笑 让我脑海的记忆被翻出 被告人邻木因剧众斗殴之人死亡 依法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庭审宣判结束以后 当时我作为目击证人 凌木就是对着我这样一笑 柳如烟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什么事啊 你们见过吗 凌木慢条四里的仰起头 露出温和而礼貌的笑 如烟 礼物送到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宴会后 柳如烟嘟着嘴问我 为什么跟凌木甩脸色 让他当时都有点难堪 我不知道凌木的出现是为了报复我 还是只是巧合 直觉告诉我是第一个 我把柳如烟揽进怀里对他说 以后别跟他联系了柳如烟抬头望向我一点诧异 随后又笑嘻嘻地说 波涛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有 反正你离太远一点可能我声音太过强硬 柳如烟带着点撒娇的口气 凭什么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 波涛 你不要多想好吗 我陷入十年前的回忆里 缓缓松开他 柳如烟的脸瞬间冷了下了 王波涛 你小心眼 不懂我 然后我就被他赶到客厅睡 我和柳如烟是相亲认识的 他娇小可爱 一眼就吸引了我 工作性质导致陪他时间很少 他也从不抱怨 很是理解 一年前 我们领证结婚后准备要小孩 他就没再出去工作 这次之后 我们因为林木争吵过很多次 他总说林木不是坏人 是我对他有偏见 最后我忍无可忍 你了解他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坐牢吗 知道啊 但他那是误伤 我还觉得法庭判太重了 我对他的说法表示愤怒 确实我也吼出来了 谁告诉你是误伤 他那是故意杀人柳如烟一脸诧异 你怎么知道 我有些懊恼自己没控制好情绪 点燃一根烟 告诉柳如烟 因为我亲眼看见的 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晚上路过一个小巷 一群人在群殴 我当时就报了警 并且出声喝止 其他人都停了下来 但我看见林木依然一脸狠利的 连筒那人三刀 肠子都出来了 根本不是误伤 昏暗的小巷没有监控 而我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凶器上发现多人指纹 参与人中有人承认杀人 所以林木只是以剧众斗欧被量刑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杀人 受害者临死不甘和求助的眼神 经常出现在我梦里 为此我还接受了学校的心理辅导 柳如烟听完有些发呆 我以为他是吓着了 却听见他低声说 是你报的警 是你害林木哥进的监狱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被他的问题弄得有些错愕 检举揭发犯罪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况且我还是个学生 那种时候 柳如烟突然提高音量 你知不知道你害他做了十年监狱 你知不知道他妈妈因为这个事 心脏病发死了 我努力压制怒意 为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他居然对我发火 柳如烟 你怎么这么是非不分 他这是最有应得柳如烟一个巴掌 甩到我脸上 我和他都愣住了 他看着自己微微颤抖的手 有点不知所措 伯涛 我 对不起 我垂在身边的手一点点钻紧 转身摔门而去 因为工作上有个棘手的案子 几天之后我才有时间回家 没想到柳如烟居然搬出去了 我给他打电话都不接 只是告诉我暂时住闺蜜家 直到我看见他和林木 站在网吧门口 不知道说些什么 柳如烟低头没有注意到 我站在离他们只有三米的地方 林木却侧头瞥了我一眼 还一脸宠溺地抬手 去摸柳如烟的头顶 心底那堂火克制不住地窜了上来 大步走过去 打开林木的手 把柳如烟拉到我身后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出现 波涛 你 我瞪着林木说 对别人的老婆动手动脚 我可以告你性骚扰 林木神色抱歉地摊了摊手 柳如烟却横在我们中间跟我解释 我才知道 他现在在林木介绍的网吧上班 跟着会计学账务统计工作 今天因为他有一项账务出错 林木只是在安慰他 我太阳穴秃秃地跳 我说没说让你远离他 柳如烟因为我的声音太大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也恼怒起来 我觉得你就是对他有偏见 不能因为他坐过牢 就否定他 波涛 我问过林木哥了 他说那个捅人的人和他有点像 可能当时太黑你看错了 我都有点奇笑了 柳如烟 你信他不信我 我们俩才是夫妻 我看着被柳如烟护在身后的林木 他嘴角带着一丝得逞的笑 不知道他给柳如烟灌了什么迷汤 还是说我根本就没了解过柳如烟 我推开柳如烟就给了林木一拳 他并没有还手 眼中一闪而过的脚邪 然后用舌头抵着脸颊 反而略显委屈地说 你脾气这么暴躁 不会家暴吧 柳如烟看到我动手 好像做了某种决定 他深吸一口气 王伯涛 我们离婚吧 他说收购了一个人在家等我的日子 我还一神一鬼的 说我不但没有因为举报林木 造成他妈妈去世感到愧疚 还在咄咄逼人 说林木还告诉他要理解我当年的做法 而我没有证据 当年却怀疑并指认林木 是我别有用心 我心里很烂 不知道该怎么办 努力想跟他解释清楚 话却堵在喉咙 目前林木在柳如烟面前 树立的就是委屈而大度形象 那种只是来源于直觉的威胁 让我感觉无力辩解 我不可置信的看着柳如烟 对他吼了出来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这时候林木还假惺惺的来 劝柳如烟 如烟 没必要因为我闹得你们夫妻不合 最后我眼睁睁看着柳如烟和林木离开 那天的我们又不欢而散 我抽空去了柳如烟上班的网吧 但是他不在 两层一千平的网吧 让我更加疑虑 林木刚出狱哪来的钱 开这么大的网吧 柳如烟根根本就不是学会计的 林木为什么找他做账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看着网吧醒目的位置贴着会员充值两千 送两万 网费到账两万两千的营销方式 我心一惊 我没有充值会员 只是临时开了一台靠近八台的机子 坐着观察了两个小时 发现来充值的人络绎不绝 我在网上查到 同城居然新开了三家这样的网吧 于是起身一边给柳如烟打电话 一边往局里走去 却没发现一间阴暗的房间里 林木阴沉着对着屏幕说的一句 王伯涛 如果你爱的人犯罪 你是不是也会大意灭清 柳如烟并没有接我电话 我只好给他发信息 告诉他不要再去网吧上班 那个网吧有问题 发完信息我就跟上级汇报 怀疑这个网吧洗黑钱 可能跟我们最近查的一个涉黑集团有关 伯涛 这个是我们目前也收到一些线索 因为是新开的 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 所以我们准备放长线钓大鱼 我们可以等 可是柳如烟怎么办 我怕他陷进去 除了上级办公室 我继续给柳如烟打电话 他终于接了 却很不耐烦 王伯涛 你一直这样有意思吗 我尽量平静地说 现在怀疑他们利用网吧犯罪 你 没说完话被柳如烟打断 怀疑 你都说是怀疑了 王伯涛 你非揪住林木不放 是不是一个网吧能犯什么罪 杀人还是放火 他太单纯 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 我只好压着声给他解释 他们可能通过网吧洗黑钱 通过网吧会员充值送钱 会员充值两千 按理说他们只收入两千 但充值两千送两万 会员到账网费就是2.2万 他们申报税就填2.2万 送的网费本来就是低成本 到了网民卡里 但他们手上自己的两万 通过缴税就会变成了合法收入 网民看到这种好处 都会趋之若无 一个人两万 十个人就是二十万 一百个人 这就是洗黑钱隐藏的套路 大饮于事 化整为零 柳如烟在对面笑出了声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 边这种事来污蔑林木 他还告诉我 林木只是担任主管 网吧是他一个叔叔开的 我还觉得他们这样促销 要亏呢 我被他的单纯 气得怒及返笑 脱口而出 你就这么相信他 你是不是还喜欢他 王伯涛 你能不能别发疯 听着电话传出的关机提示 我心里憋屈 只能找好兄弟情实诉苦 情实就是个火爆性格 操 这不妥妥的男绿茶嘛 我心情烦躁 养头焖了一口酒 柳如烟根本不信我 情实看着我的样子 一脸愤愤的样子 你就是平时态护着他 要我说女人 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情势马上泄了气 哎 你看看 别人说他一点就不行 你这耿直的性格 都不够男绿茶 你就该尊重他人命运 我不可能让柳如烟 往火坑里跳 于是第二天提交了 半个月的年假申请表 因为工作性质关系 局里的年假是可以累积的 上级拿着申请表 很是奇怪 看着我 博涛 你可是工作七年 一次年假都没请过啊 上级是个 和我爸一样年纪的人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那个 家里那位有意见了 再不休假老婆就要没了 哈哈哈哈 你小子上级大笑着表示理解 说最近手里案子也没进展 可以适当放松一下 好好陪陪家人 今年二十九了吧 趁着这次休假赶紧要个孩子吧 说完刷刷几下就给签了字 听说我休假可以陪他 柳如烟虽然表示他还在生我气 但却已经计划着去哪完了 我顺势说提出 他才刚刚上班请半个月假不好 让他给林木打电话先辞职 我抱着他 在他耳边低难 如烟 要是这次有了宝宝 也不能上班了柳如烟脸上 长起一层红玉 从眼角一直蔓延到他的眼角眉梢 我忍不住亲了上去 他娇羞地点了点头 给林木发去了信息 这一瞬间又重新点燃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商量着去什么地方旅行 他想去看海 可是最近有台风 我答应他明年再陪他去看海 我一边洗碗 一边和柳如烟讨论明天出行的事 他的电话铃响起 我隐约听到电话里林木的声音 如烟 我好难受 你等我 马上来 然后柳如烟很紧张地就要出门 我转头问他 你去哪 他匆忙地换着衣服 薄涛 林木哥发烧了 我送他去医院 我捏紧了手中的碗 努力控制住情绪 为什么他总是要来进入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柳如烟总是这么紧张他 你帮他打个120吧 你不是医生去了也没用 柳如烟并没有看我 而是低头换着鞋 没有一点停下的意思 我回来跟你解释好吗 我拉住已经扶上门把受的他 柳如烟 不许去碰的一下关门声 是他对我的回应 胸口越来越闷 我砸碎了洗碗池里所有的碗 血滴落在水池里 发出微弱而挨碗的声音 仿佛痛苦的呐喊 柳如烟没有回来 茶几的烟飞缸里堆满了烟头 我做了一夜 清晨收到了柳如烟说 因为担心林木 所以暂时取消旅行的消息 还有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照片 照片里是柳如烟趴在床边睡着了 手却紧紧握着 另一只打着掉瓶的手 我知道这是来自林木的挑衅 但是心里像有一柄重锤 毫不留情一下下击打 如此疼痛 我甚至开始怀疑柳如烟是不是爱过我 柳如烟说做好了我喜欢的饭菜 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我刚走到家门口 突然被人从后面裸脚住 并且捂住了口鼻 虽然赶紧屏住呼吸 却还是吸入了一股刺鼻气味 可能是我下意识地挣扎踢到了门 意识消失之前我听到柳如烟的声音 伯涛是你吗 再次醒来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大型仓库里 林木坐在前面沙发上 他嘴里叼着一根烟 没有戴眼睛 和平时看起来的斯文形象完全不同 醒了 签字把他扔给我一份文件 上面写着离婚协议书几个字 我并没有去捡 只是台幕看着他 你以为我签字了 你就可以得到柳如烟了 是的 我已经想到 他的出现不是单纯的报复我 而是为了柳如烟 他故意博同情 示弱 装斯文都是为了吸引柳如烟 所以今天晚上回家 我原本是想跟柳如烟好好谈谈的 林木笑了一声 笑意却不达眼底 不签字 下一个被绑来的 可就会是你父母林木就是个变态 他说本来他们才是一对 是我破坏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本来他就怨恨我 让他没有见到他妈妈最后一面 没想到出狱以后 柳如烟的老公居然是我 我想让他学会计 只要他进来 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我好不容易理解你们 你说带着他出去旅游 他居然就跟我说要辞职生孩子 怎么能和好呢你们 那我做这一切 为了 我打断他 你根本不是爱 是战友他走近我 一双眼睛充满力气 我们一起长大 我现在只有他了 他怎么能和我的仇人在一起 他说为了破坏我们 他不得不得装大度 可是柳如烟居然犹犹豫豫 哈哈 那我就帮他做决定 得不到他的心 我就把他永远绑在我身边 我知道林木就是个斯文败类 但没想到他内心这么扭曲 最后我还是在林木的威胁下签了字 现在可以放我走了吧 林木从兜里掏出我的手机 打了一排字发给了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离婚协议已经签好 会送到你手上 然后关掉手机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So 你未免太过天真 我想冲过去抢手机 却被两个人按住 他们手臂如铁钳一样坚固 应该是弄晕我的人 你以为困住我就可以得到柳如烟的心吗 林木咬了一下后牙草走到桌边 他眼色沉沉 看不出情绪 我这才注意到桌子上摆放了一排 类似刑具的东西 他缓缓戴上医用手套 手指轻轻划过每一个器具上 像在欣赏 又像在选择 我并没有打算放你走 听柳如烟说 你怀疑我洗黑钱 而你最近还在不断调查我 王伯涛 现在我们应该来算一算 十年前的账帽 我被绑在一张检查床上 慢慢长夜成了难熬的折磨 我辗转挣扎 始终不曾喊过痛 待剧痛终于平息 整个人如水里捞出来一般 身体几乎连最轻微的动作 都无法完成 紧接着又是一股钻心的疼痛袭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渐渐失去了痛感 眼眸逐渐失去焦点之前 我看见林木又戴上了眼镜 显得那样文质彬彬 我闭上眼睛 沉睡在了黑暗里 再次睁开眼 我看见柳如烟 依偎在林木怀里哭泣 旁边放着一封快递 拆开的封口出入出 文件上离婚两字 柳如烟哭红了眼睛 哑着嗓子说 我说离婚只是气话 她却真的要离婚 还消失两周了 我大吼着 林木 你放开她 但谁都没有理我 我想去拉开她们 却发现自己手 穿过了她们的身体 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自己浑身是血的样子 原来我已经死了 林木在柳如烟 看不见的地方 仰起嘴角 如烟 别怕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不是的 柳如烟 不要相信她 她不轻口说 我是不会离婚的 林木听见柳如烟这样说 眼底浮现一股音质 我想提醒柳如烟 去看看我的电脑 里面有证据 她知道密码的 可是我怎么努力 她都听不到 没想到第二天 同事就在一个山上 找到了我的尸体 接到通知的柳如烟 直接晕了过去 我想去抱她 却有心无力 我只能跟在柳如烟身边 不能超过一定距离 还好她没意会就醒了过来 爸妈也来了 以前要好的兄弟 都在安慰他们 柳如烟眼眼里含着泪 嘴角却挤出笑 不断拉着同事问 会不 会弄错了 不是 柏涛对不对 大家撇开脸捂着嘴 没有回答她 她又跌跌撞撞 跑去问秦时 秦时 你和柏涛关系最好 你说 不是她 对不对 秦时蹲在地上 没有说话 上级站出来说 尸体需要解剖 解剖之前 需要家属去确认身份 哎 她死前应该受过 很长时间虐待 所以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爸妈哭得很伤心 但柳如烟 却只是慕娜的 跟着走进解剖室 白布掀开 露出我脸的那一瞬间 还好只是有点惨白 但妈妈已经瘫倒在地 我想上前接住她 可是手还是像之前一样 堪堪穿过她 转头看向柳如烟 她像定住了一样 站在那里 红着眼眶 嘴唇极力压抑着头 泪水绝滴 她扑倒在我身上 一遍一遍低声喊我的名字 然后小心翼翼 去掀我身上的白布 我想让她不要看 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 另一个同事 却阻止了她 嫂子 还是别看了 可是她根本不听 当看见我破败不堪的身体 她再也忍不住 嘶声大叫起来 铺天盖地的痛苦 好似将她整个人席卷 她从来没有如此 这般崩溃 我看着她这样 很是心痛 陵墓陪着柳如烟 拒去我的尸检报告 尸检结果显示 我被刀片划过皮肤 或深或浅 全身伤口有187处 脚底板有四个血洞 应该是被长钉直接刺穿 手指指甲被拔掉泡过眼水 右腿小腿骨被敲断 胸膛上还有一大片发黑的胶皮 是落铁硬 最后腹部贯穿伤 导致湿血过多而亡 灵墓手搂着站不稳的柳如烟 努力压制的嘴角 却似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秦石冲过来一套组合拳 打在灵墓脸上 眼镜摔到地上 镜片四分五裂 柳如烟大概被突发的一幕吓到了 回过神后去检查 灵墓脸上的伤 秦石 你疯了吗 为什么无故打人 秦石还想动手 对其他同事拉住 他看起来既愤怒又伤心 整个眼睛布满红血丝 是你疯了吧 博涛的死肯定和他脱不了干系 你还护着他 柳如烟愣了一下 看向灵墓 又看向秦石 颤声道 怎么 怎么会 你别胡说 柳如烟 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 最后灵墓当着柳如烟的面 说不会追究 柳如烟回到家整人魂不守舍 灵墓来找过很多次 他都说想一个人静一静 一个星期之后 有人自首承认是他故人绑架杀的我 也在他指出的地方 找到了丢弃的作案工具 上面只有他的指纹 通过DNA比对 凶器上确实是我的血 相关部门提起诉讼 而这个人并不是灵墓 我猜这肯定是灵墓故技重施 他不想柳如烟疑心卡 也想逃脱罪责 可是他想不到 就是因为十年前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人 之后我就找了搞技术的朋友 在皮带扣上装了真空摄像头 画面会直接传到我的电脑上 柳如烟曾经送我一根新的皮带 我没有佩戴 他还因此生过气 以为我嫌弃 为此我告诉过他 我的皮带可是能保留证据的东西 他当时也就笑一笑 说我整得跟大片一样 我想他应该已经忘了 因为提起公诉 我的遗体和遗物也归还给家人 我被葬入墓地 入土为安 那一刻我明显感觉身体更加透明了 我想我留在时间的 时间应该不多了 这天 柳如烟像终于鼓起勇气 开始收拾我留下的东西 我看着他一边整理一边哭 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猛地一下冲到电脑面前 可能是激动或者紧张 他输入两次密码都错了 这个笨蛋肯定是忘了 密码是结婚纪念日 柳如烟终于打开了我的电脑 他翻看着里面所有的文件架 在一个需要密码打开的文件架里 看到了很多视频 他看起来手有点抖 很久都没有去点视频 我有点后悔让他知道这个事了 我应该告诉秦时的 这样他看见里面的内容 不至于被吓到 本来他就胆小 柳如烟拿起电话 不知道想打给谁 犹豫很久最后又放下 他终于还是点开了 显示传输时间 是我死亡那天的视频 当他看到画面里出现林木时 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我在他旁边坐着 忍不住嘟囔一句 看吧 傻女人 我就说他不可信吧 当他听到林木说 柳如烟说你怀疑我洗黑钱的时候 他用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 眼泪像不要钱一样往下掉 接下来的画面 他肯定得哭得更凶 别看了 这就是证据 快给秦师打电话我来回踱步 希望他停止 当我再次看向他的时候 他的眼神是空洞的 嘴角微微抽搐 仿佛在承受着某种内心的煎熬 两个小时就一直这样坐着 一言不发 怎么回事 吓傻了 虽然他看不见 我还是忍不住在他眼前挥了挥手 他关了电脑 然后买了一张去海边的机票 搞不懂他要干什么 只能跟着他去了海边 可他什么都没做 只是望着大海发呆 两天之后回来 他又来到了墓地 他炒了我爱吃的菜 还带来了酒 给我点了一根烟 静静地坐在地上 坐在那座看似普通的墓碑面前 你失约的海 我一个人去看了 爱我这样的人 很辛苦吧 他一边说着 一边颤抖着把手举起 轻抚墓碑上的名字 他竟全力地靠前 穿过我的身体 抱紧了墓碑 轻轻地吻着那转刻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波涛 对不起他的眼泪一颗颗滑落 悉数跌在冰冷的石板上 随后 他双手捂着脸 痛哭了起来 他大概是真的很爱林木 即使看到视频 他也很不下心去揭发 只能在我墓碑面前来惭悔 如同我一样 即使心碎了一地 还是止不住地去爱他 接着他去了医院 我看着他去了精神科 是该接受心理治疗 毕竟爱一个人 爱得违反道德 良心也会受谴责 医生说他神经衰弱 开了一点安眠药比他 柳如言刚取了药 就接到林木的电话 他们约好在家里见面 我蹲在家门口没有进去 他听见他们说 没有我以后 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算了 我都已经死了 最后是一阵吵闹声 把我吸引 我穿墙进去 看见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林木被捆住双手双脚 躺在了书房地上 他怒指着柳如言 柳如言 你疯了吗 柳如言站在床旁看着他 甚至带了一丝笑 对啊 从我看见视频那一刻 我就疯了 说着他点开电脑视频 还从抽屉拿出一个袋子 里面全是各种刀具 你要干嘛 柳如言 不要林木和我同时说 只是 他的声音是惊恐 而我是胆颤 我恨你 我那样信任你 你却杀了他 我最信任的人 杀了我最爱的人 哈哈哈哈 柳如言手指着视频 泛红的眼眶去满泪水 撕心裂肺的咆哮 可我更恨我自己 是我害死了他 他那样爱我 我却不信他 如言 听我说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 你记不记得我妈妈 你住口 你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想听 做错事的人 要承受和他一样痛苦 才算道歉 柳如言用布条 塞住了林木的嘴 还封上了胶带 说要让他体验 和我一样的痛苦和折磨 于是他用小刀 在林木身上 一刀一刀地划过 视频里的我说的伤 一点一点在林木身上体现 一道道伤痕 让林木的血肉外翻 他脸部肌肉扭曲变形 鲜血也染红了 柳如言的手 他的眼泪大滴大滴地落 接着柳如言 又拿出一把长的水果刀 刺入了林木的腹部 林木双眼瞪得极大 因为疼痛 努力想卷缩身体 原来伯涛当时这样痛啊 柳如言愣愣地看着他 湿漉漉的头发 胡乱贴在他额头上 眉毛拧作一团 我被柳如言这一系列操作 弄得像生根一样 蒸在原地 这时林木的脸色 已经变得惨白 柳如言 不要 这是杀人 不要因为他 把自己搭进去 可是他听不见 不知道是不是 我太过激动震惊 我的身形好像更淡了 最后视频结束 他划开了林木的动脉 看着血瞬间铺满地面 柳如言的表情 似笑非笑 而林木像任命一般 躺着一动不动 看起来颓废又为民 确认林木没了呼吸后 柳如言起身洗了的澡 换上了洁白的连衣裙 他就着一杯红酒 吃了一堆药 然后给情师发了一条信息 拿着刀划开了手腕 就那样满脸是泪 静静地躺在我们曾经的床上 我身形消散的瞬间 只听见他轻声道 波涛 我来见你了 柳如言视角 今天因为我带着林木 参加生日宴 波涛居然让我不要 跟林木联系 还露出一丝厌恶的表情 我觉得他就是有偏见 这是我第一次 把他赶去沙发 从小我就是 被父母抛弃的小孩 一个识荒老人捡到了我 我叫他外婆 外婆在我十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邻居家的阿姨看我可怜 把我接到了他们家 她说家里就他和儿子 只是加一双碗筷 从此我就有了妈妈 和哥哥林木 在我十六岁那一年 我对林木自身了不一样的感情 不知道是亲情还是爱情 同样在那一年 林木因为剧众斗殴 被判十年 阿姨听到消息的那一刻 倒下去再也没起来 年少的我是有些怨恨 那个举报的人 他让我又变成了孤儿 我和博涛因为林木的事 和争吵了很多次 谁都不让步 在他说出当年事情的时候 我没空住自己 打了他一巴掌 博涛摔门而去 我也搬去了闺蜜家 林木知道了我们吵架的事 还劝我要理解博涛 他问我要不要去 他管理的网吧上班 我同意了 没想到这天 我工作上的事出了差错 林木安慰我 被博涛看见了 博涛打了林木 一气之下我告诉他 我们离婚吧 博涛看着我 几次欲言幼稚 只说大家冷静一下就走了 其实我自己说完以后就后悔了 我替博涛给林木道歉 林木却说让我不要生博涛的气 这下我更觉得博涛无理取闹 博涛总是不停给我打电话 说林木有问题 为什么他非揪着林木 这让我很不耐烦 他又说林木的网吧涉及犯罪 我听着觉得好笑 一个网吧和洗黑钱有什么关系 他居然说这种事来骗我 于是我关机了 柳如烟视角 其实我是爱博涛的 我以前小不明白对林木的感情 但是长大以后 我知道对林木只是依赖 是亲情 他现在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可是博涛不懂我 我的坚持还是有用的 博涛居然请了年假要陪我 这让我很开心 他说让我辞职 以后有了宝宝也不能上班了 只要他不逼我和林木断绝来往 我还是听话的给林木发了消息 林木却发烧了 博涛不希望我去 但是我不放心 想着回来再跟他解释 在医院我有点不好意思的告诉林木 我要和博涛出去旅游了 怎么这么突然 不是闹着要离婚吗 我告诉他 本来也不是真的想离婚 就是气话 林木听后还说我就是小孩脾气 并祝我旅途愉快 我把林木说网吧洗黑钱的事 当个笑话讲给林木听 是不是很离谱 林木表情有点不自然 但也迎合我 居然还有这种方法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后来我就去买瓶水的功夫 林木晕倒了 他看起来太可怜了 于是我决定推迟旅行 留下照顾他 我知道博涛会因此生气 想着哄哄他就好 那天他并没有回来 而是给我发了离婚的信息 就消失了 他肯定是学我闹脾气 总会回来的 别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是不相信的 直到我看见博涛 惨白着脸躺在冰冷的床上 他身上的伤触目惊心 那一颗心脏的脚痛感 让我只能绝望地嘶吼 去拿试检报告的时候 光看文字都让我疼痛 我才知道博涛死前遭受了什么 秦师冲过来打了林木 说博涛的死跟他有关系 怎么会呢 不会的 整理博涛遗物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他之前说的话 终于在电脑里找到了视频 可我不敢点开 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想给林木打电话 却鬼使神差地放下了手机 等我看到林木出现在镜头里时 我瞪大眼睛 手脚冰冷 整个过程我从震惊到恍惚 卷缩的指尖狠狠抵住掌心 原来是我害死了我最爱的人 而杀死他的人是我最信任的人 我该如何原谅那个鲁莽又愚蠢的自己 我该如何说回那句句引发灾难的话语 我该如何去弥补那伤痕累累 惨不忍睹的爱人 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 就如此惨痛 我从未如此想见到博涛 我想我等不到下辈子了 可是犯错的人怎么能轻易被原谅呢 我把博涛所受的伤一点一点 加住在林木身上 我们都必须承受同样的痛苦 然后亲自去给他道歉 我穿上了博涛最喜欢的那条白色连衣裙 做好了准备 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跟我相见 我内心坎特 于是我泪流满面 全文完